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省下超过百亿 看来这趟行程他不会空手而归 敦马的安排引起大家的好奇 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财政部长负责这项大型计划的谈判 就算不是财长 也应该是政府部长 也就是内阁成员才对 敦马这样解释说 选择打赢是因为根据他的能力和资格 这么一说 大家产生更多的疑问 难道财长林冠英没有能力 没有资格 如果财长不够资格 经济事务部长呢 贸工部长呢 以及交通部长呢 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东铁计划 不会成为政治恶斗的牺牲品 毕竟它将带动东海岸的经济发展 使东海岸人民受贿 我们衷心地希望敦打赢谈判成功 在不把工程降级的情况下 能以低于国阵时代提出的 五百五十亿令吉成功 让工程继续 是的 尽管敦马早前说过一百亿令吉就能建成 但我相信他是开玩笑的吧 如果敦达因能够谈成 节省一百亿令吉的成本 我们只需支付四百五十亿令吉 就能够拥有一条超过六百公里的铁路 如果敦达因谈判成功 也能证明敦马哈迪的外格的确比内格更有实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